天天裡面的男主角居然都是我認識的人 也不是都啦 但至少我都認得出來 叫得出名字 而且裡面就有寫他是誰 至於是誰 要講嗎 歡迎來到 鴨鋼news Yeah 這幾天好像那個確診人數有下降的趨勢 沒錯不要消氣得太快 我是蠻開心的啦 就是可以距離就是我們可以去酒吧喝酒 然後可以去看表演 可以好好的演出 又賣出了小小的一部 小小的一部是人類的一大部 對然後希望這個我們可以一天一天的 緩步的回到正常的生活 本週有什麼大新聞呢 本週的大新聞就是 靠北樂手復活了 靠北樂手復活 靠北樂手有死掉嗎 可是我昨天看到一個新的 其實我也是有一次 我好像有一天就是突然無聊想要看看 看靠北樂手上面有什麼東西 發現為什麼只剩下一個 暗站人數非常少的靠北樂手專業 然後繼續看文現在只剩下個位數吧 對六折貼文 只有六折貼文 沒錯 之前的都爬哪去啊 不知道耶 好啦我還是希望靠北樂手這個專業 可以好好的生存下去 對希望是一個良性溝通交流的空間 不要做太多的奇奇怪怪的攻擊比較好 因為大家都是認真做藝樂的人 像什麼奇奇怪怪的攻擊 就是有人說就是有些樂團是靠女樂手在賣美貌 或是賣女生 妳覺得林同學樂團是這樣嗎 我覺得 妳覺得是 我覺得是 因為我真的 我的這個情意真的不是很好 我會多多加油 謝謝 好我們歡迎各位就是下方的忠實觀眾 嗯 妳看到這個影片開始 妳現在就去靠北樂手 留下妳對阿嬌的愛與恨 本週還有一些蠻重要的事情發生 沒錯 本週應該算是一個巴樂子週吧 嗯哼 恭喜巴樂子他們得到了一個最佳樂團的獎項 沒錯 這個獎項是 Fresh Music Award Fresh Music Award 簡稱FMA 它是一個 新加坡 對 主要以新馬一代發起的 不算流行音樂獎項 喔流行音樂 對對對 它不只有獨立樂團 它其實也有稍微主流一點的藝人 嗯哼 然後巴樂子就是突破了衝衝難關 得到了最佳樂團的肯定 這個FMA啊 它的主辦單位有寄Email給我 邀請我當就是今年的評審 哇 只是我沒有看到那封信 啊評審有錢嗎 沒有啊 受到這個邀約我自己都覺得很榮幸 希望你明年可以再找我 然後不只是他們得了最佳樂團獎項 同時呢他們還被最近啊 大象實在有個主題曲 主題曲是由三位評審一起唱的 然後製作是由另外一位評審踢到嘛 那三個評審分別是 大吉 龍王跟熊仔 那龍王在他的first裡面也提到了 巴斯巴克巴勒子 熊說要吐出一些巴斯巴斯巴克巴拉子 龐克的法子 人生的樣子 大嘻哈時代吃太多地瓜的時代 再加上那個巴勒子的主唱阿強 最近那個水漲船高的那個人氣跟聲勢 我想可能2021年就是這個團成長20幾年來的生涯年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大嘻哈時代 這個節目應該是台灣第一個 由嘻哈音樂為主軸的選秀節目 我自己就坐在電視前面看 我看的時候其實非常興奮 許多參賽者都是常來Pipe演出的手面孔 後來就是收集到一些網友的批評 主要的批評有幾個啦 就是消音太多 對 他們可能唱到一些張字 然後就會直接被消音掉 然後字幕還會被打碼 再來還有什麼 可能有些參賽者他們會帶舞群 哦 對對對 他們會設計他們的秀 我不知道這有什麼好批評的啦 大家真的很用心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他跳得好不好 真的又是幾次 對對對 就是你可以批評他不好看 帶舞群這件事我覺得無可厚非 還有一個更重大的批評 其實是整個演出影片的成因 就是大家覺得尚很爛 但我覺得這就是普遍 台灣電視節目 尤其是音樂電視節目 都會犯的一個通病吧 對 都不知道 但是對 的確那個聲音的部分是可以加強啦 目前我看整個節目的張力 我還是蠻期待會下一集播出 可以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對 希望多一點劇情 就有人可以打起來什麼的 應該很難吧 對 會有人有火花 是希望有火花啦 台灣嘻哈圈其實說大也不大 評審跟選手之間其實多少都有一點認識 你看他們評審跟選手的互動也很有趣 到那個他們的主題曲評審嘛 三位評審的first都非常的精湛 我不是在瞎逢啦 我是覺得他們真的有用心的把水準推出來 你是不是也想上 因為你也是算嘻哈圈的嗎 我不算嘻哈圈啦 不要把我認成美麗本人就已經很高興了好不好 我自己以前有上過饒舌 可是 原來海選我跟劉修琦好多想要去參加 結果後來海選的日期卡到我們要做那個 下槓舞蹈大會的現場節目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參加 那不然是因為這樣 對對對對對 OK 阿翔你挖到什麼酷東西 我最近在聽了一個Podcast 是夏大葉來找我 裡面是兩個醫生就是在講最近疫苗的事情啊 然後一些國際新聞 都是醫療相關的 所以它是一個醫療相關的Podcast 對對對 你聽了就會知道就是現在疫苗相關的消息啊 或是你要怎麼去防疫什麼什麼 那你是怎麼找到這個Podcast啊 哦 你怎麼那麼專業 它的那個其中一個講者是巨大的HOMING的吉他手 魏靖涵 沒錯 感謝魏靖涵魏同學 為我們這些漁民百姓 帶來一些稍微專業的醫療知識 對 正確的觀念 不要看到新聞就暇起後面 沒錯 防疫期間最重要的是這個 本週一定是沒有活動嘛 對 但是還是有一些作品在發表對不對 沒錯有一首新歌MV哦 是Leo王的消化不良 嗯 消化不良又是一首雷鬼金曲啊 沒錯 但是很chill的 真的是很chill的 對啊 誒說真的就是 怎樣 Leo王真的是在推廣那個雷鬼音樂真的是不遺餘力 他應該是我看過出最多最多雷鬼音樂的饒水歌手 都很讚啊 對啊 而且他掌握得很好 沒錯 而且就是能把雷鬼音樂玩好的饒水歌手其實並不多啊 嗯哼 他應該是台灣最最好的 我想 除此之外呢拍一些少年也推出了他們的新歌 那個影片他是在台虎金釀的實驗室 他們好像很喜歡把東西搬到人家店裡去表演 那樣去炒店家 哎真的耶拍一些少年之前不是還要在那個 洋肉爐啊 然後什麼熱炒店啊 他們喜歡吃吃喝喝的 對 感覺比較熱鬧就對了 雖然呱琪說他們那天的音場不太好 可是無論如何我都要笑到一下威迪的吉他 身為一個吉他手我真的覺得他太會調痛了 沒錯 希望我也可以附上他的後塵 身為一個很會調痛的吉他手 你可以請教他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請教起 可能就是 大悦一些 我想差距差太多了 哦這樣哦 對對對 嗯 真是自嘆不如啊 我以為你很厲害耶 我還蠻厲害的啊 哈哈哈哈 但他他他更厲害 好 哈哈哈哈哈哈 嘖嘖嘖 一一一親這朋友 十好關心 來來 去去 老一趴會 有我等你 另外這一週我還在網路上找到了幾個 非常非常 讓我驚豔的作品 但它不算是音樂作品 但它是由一些音樂人的努力完成 哈哈哈哈哈哈 就有一天晚上我就是 滑一下臉書 對滑一下臉書 就看到很多嘻哈圈的朋友說 哎 看到自己朋友去拍片真的是覺得很奇怪 哇看到朋友出現在A片裡面 幹這是什麼 為什麼不知道 就是有諸多這樣的聲音 而且都是嘻哈圈 然後我就 我就跑去問了一個 嘻哈圈里長伯 我就問他說 哎哎哎發生什麼事了 快點跟我講 他說哦 把你的Line給我 我用Line藏給你 臉書不能傳這個 臉書會擋這個連結 然後我點進去 哇操 就看到許多香菸刺激的A片內容 而且裡面的男主角 居然都是我認識的人 也不是都啦 知道啦 但至少我都認得出來 叫得出名字 誰是誰 而且它裡面就有寫它是誰 哈哈哈哈 至於是誰 要講嗎 哈哈哈哈 所以我 我 XXX XXX 幹得好 我覺得 因為那整個劇情很好笑 但是我感覺它是有點緊張 但是有想辦法要投入這樣 哈哈哈哈 而且它非常嚴正的呼籲了一個反毒的理念 對不對 就是千萬不要使用毒品 對沒錯 我們要追求健康的奮活 向毒品說不 以上就是本週的小高news 我們下週見 希望大家好好的欣賞這些我們提到的作品 宏安 掰掰